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喻理 又是我,Carmen 還有我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大家好 好,我們今集會談談一個叫做瀉鹽 對,瀉鹽,學名又叫做流化尾,是嗎? 袁醫生 名字是修肥,流化尾 為什麼我們… 英文叫做absence salt 如果你通常去購買 通常我們英文叫做absence salt 其實是magnicium sulfate 為什麼我們今集會談談瀉鹽呢? 聽起來和瀉藥同不同嗎? 顧名思義,一聽見瀉鹽 一般人會想到用來清瀉腸胃的工具 其實我們以前也有提及的 大家記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我們提及過瀉鹽嗎? 清理長度 我們清肝的時候不是經常提及的嗎? 是的,清肝 我相信我們以前也提及過 在清肝的時候 因為在清肝膽之前 我通常先用瀉鹽 喝幾次 到晚上睡覺,淋睡再喝橄欖油 所以說,瀉鹽先幫你身體的長度清乾淨 然後用油刺激 我們膽汁就會一曲地出來了 清肝膽的步驟裡面 射鹽是很重要的 其實清肝膽的時候用射鹽 主要是想推些膽石還是怎樣? 膽石是容易油 我們的身體膽石是幫助我們處理油 我吃了肥膽的食物 蛋汁就會有分泌出來 把肥膽的油脂肪化解為微粒 其實它不是直接把它分解的 它只不過是我們叫做emulsify 把它慢慢變成細粒的微粒 細得,在腸子裡 就可以讓腸直接進入我們的牆壁 進入我們的琳巴 其實脂肪是這樣的化解 而不是這樣吸收的 所以膽汁是一简一部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有人說 割膽之後消化肥膩有問題 但我聽西醫說有朋友做,不是我 說切了膽是沒有問題沒有影響的 沒錯,這就是以前的情況 為什麼有問題呢? 就是現在怎樣處理了之後 就變成這個問題就少了很多 現在手術了之後沒多久 就立刻就可以吃肥膩的東西 其實因為大部分的膽汁在哪裡? 在我們的肝管那裡,大部分在那裡 不過它慢慢流入膽囊裡,暫時儲備 可能有時候吃東西需要多些 即時做的膽汁可能不夠用 所以通常我們的膽就製造膽汁 膽汁在我們的膽管慢慢流入膽囊 但其實我們的肝很大 其實肝管裡面經常有很多膽汁在那裡 如果我們不是清理膽石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用射鹽? 好了,你知道自然醫療很強調什麼?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中醫所謂的醫食同源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種抗物鹽 它不是一種可鹽食鹽,可以叫做射鹽 其實它是一種天然的抗物鹽 好了,你曾經說射鹽除了能夠幫你清洗腸胃 令你肚射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其他的作用呢? 但我聽到會令我們肚射會不會有副作用呢? 身體是中醫所謂的腸胃不通 就是很多病 就是很多我們叫做六腐以通為用 其實我身體要清洗 要通腸、清肝 其實中醫裡面也有這種概念 但它未必有我們剛才跟大家介紹的 西方自然醫療所用的那些直接用的工具 但是通爽、淪巴推動、清肝膽、洗腸、利尿 其實這些是西方醫療一直都很強調 其實終於都有這種同樣的概念 好了,看什麼情況之下要清洗 通常清洗是當它裡面有問題 就是骯髒、堵塞 那你就用清洗的作用去清一清腸胃 所以其實這種清洗的手法是中醫經常用的 它用其他的工具用 用草藥、清洗的、吐、吐、瀉 是中醫的一種醫療手法 當然中醫也很強調 要看體質 如果你的體質很虛的時候 用吐瀉的手法就未必對的 如果你的體質很結實那種 或者是熱實那樣 用吐瀉的手法 好了,但我現在說的那個瀉藥 其實有很多的 可以說過百種的醫療作用 這麼厲害? 很多問題都可以幫助得到 可以日常應用的一種醫療工具 非常之安全和合乎經濟效益 但是吃了不會有副作用? 世界上任何東西都似乎適量用 OK 我當然是說適量地 沒錯,適量地就肯定不會有副作用 還有看你的作用是什麼 有些情況你就要用少量的 有些情況要大量才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世界上沒有什麼叫做 沒有副作用的東西 有些人喝水都可以 水中毒都可以 所以會已經是這樣 但是在正常的一般運用之下 從來沒有人出過時 起碼我們認識之中 是從來沒有人 因為用射鹽出現問題 或者死亡 是從來半小時都沒有出現過的 所以大家可以惡心 你不會這麼幸運 或者是不幸運 認識射鹽也有問題 當然適量地應用 就可以導致我們保健 醫病的效果 不適量的應用 可以這樣浪費了 或者可能有少少不良的效果 例如他常說 如果看膝很虛弱的人 中醫一直都很強調 不應該用那個套射的方法來處理 但是我現在所說 在醫學上 尤其是自然醫療 是Nature Cure的射鹽 很多百年來 都是被一種經常採用的治療工具 因為射鹽是由尾和瘤 我知道尾是幫助我們身體 身疼代謝的酵素作用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以這樣說 尾是參與我們身體 三百多種酵素的反應 都需要靠尾 我們也知道射鹽 是幫助我們調理我們的血壓 幫助我們消炎 減低消炎的反應 以及幫助我們肌肉 神經線和血管的成長 幫助我們這方面 所以可以這樣說 那個幫助是很大的 因為射鹽含有尾和瘤 所以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農作業 會幫助我們身體製造葉綠素 我們身體的血裏 有鐵質 我們的缺色素是用鐵質 但是葉綠素是用什麼呢 葉綠素是用尾的 植物的葉綠素 其實植物的葉綠素 代表我們人的血色素 的作用一樣 通常在植物裡面 在農作業裡面 是用來幫助我們農作業的產量 譬如在蕃茄、薯仔、青椒、耕種裡面 其實都是經常會採用射鹽 當作施肥的作用 我現在才知道可以施肥 是的 很多時候人們都會用 抗蜜鹽 因為尾和二綠素的關係 身體裡面 尾是屬於第二最多的 抗蜜鹽 尾也會吸收水分 你知道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鹽分 譬如那些可鹽 或者山上的天然鹽 通常會癌鹽 因為有尾的成分 所以它會吸收水分 我們有時候聽過 有些人說 我們處理高血壓 有時候叫人們吃海鹽 很多人以為鹽是導致高血壓 蜜是導致高血壓 為什麼還叫人們吃鹽呢 其實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蜜是固然需要的 但是海鹽裡面除了蜜之外 其他也有很多蜜 蜜是可以這樣說 是幫助我們減血壓 還有我們身體的酵素 作用都是靠蜜的 作為一個酵素 也好 一定要蜜才能夠完成 除此之外 大家知道 很多人吃很多的止痛藥 其實蜜鹽是一個天然的止痛藥 沒錯 很多人是消炎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各種痛症 抽筋這個問題 其實過去的人都懂得用 當你一天然後做到辛辛苦苦 或者做了很多運動 周身冤痛 我們會浸泡泡 當然最近開始很流行 就用那些香薰油泡 其實之前我們是用什麼呢 用蜜鹽的 我和大家可能都提及過 每天如果你是用一種 浸一種暖水的蜜鹽的沐浴 會很快幫你rejuvenate 我印象裡面你好像應該沒有說過 浸浸肉的味道 我們所以用什麼份量呢 一般來說 我大概用一磅 80オン 看浴缸多大 當然 效果會更多 所以 可以考慮 用 例如有人說 我家裡沒有浴缸 香港很多时候因为地方小 很多人都把浴缸 本来有都拆了它 其实这个是很不致的 因为浴缸是可以一种 一个很好的治疗工具 浸浴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工具 其实很多毛病 我都可以用浸浴的方法 当然可以加香薰油也好 加草药也好 加矿物盐也好 其实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治疗 而且浴缸的热水、冻水等浸浴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 很好的天然的治疗工具 所以我奉劝大家 如果家里有浴缸 可以好好利用它 我几次都试过教那些病人 回家用浸浴 他们说浴缸很骚髒的 因为很少用来洗澡的 就散开它 有没有那么大不了呢 好过又要吃西药去看医生的那些 其实记住 如果家里有浴缸 就不要把浴缸砍掉它 就是保持它 你说要花洒洗澡 一样可以 你站在浴缸里用花洒也可以 好了 那为什么流化尾、瀉炎有这个作用呢? 我们可以在瀉炎是可以减低我们身体 牢鹿之下产生的那些瘀酸 瘀酸 瘀酸 很多时候我们过量运动之下 身体的生疼代謝 是未够 效率未够高 那会聚集很多瘀酸 那这些瘀酸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人觉得冤痛 就是这种酸性 叫做瘀酸 叫做瘀酸 这种瘀酸 是个身疼代謝 我们身体的氧化未够足够 那我们就会 很多我们叫做身疼代謝的废物 是会出现的 那我们需要慢慢时间呢 身体才能够将瘀酸化解了它 那这些瘀酸呢 就令我们身体冤冤痛痛啊 好僵硬啊 那那个瘀酸呢 就可以帮我们消除这些瘀酸的 这方面的问题的 那通常呢 你曾经说呢 就是用那个瘀盐 那就用10盎司一磅 那一个浴缸浸它半个钟头 你很快就会感觉到分别的了 那还有哦 瘀盐呢 是可以帮我们 排除我们那个体味的哦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出汗 很多很多汗味的 那也都可以减轻我们那个 那个体臭的问题了 那就可以减轻我们的皮肤很光滑的 那也都可以呢 是令到我们的皮肤很光滑的 那都可以呢 有这样的事 哈哈哈哈哈哈 试一下吧 我太迟知道了 嗯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就比如呢 有时候你有扁头痛啊 或者是肢器管的敲喘啊 或者喉咙痛啊 或者喉咙痛啊 伤风啊 那记住呢 都可以呢 很快呢 用这个射盐浸浴的方法呢 呢 帮你即时呢 是减轻这个病症的 OK 那 好了 那因为呢 这两样 尾和流呢 是都帮我们平衡身体 我们的那些 所谓的电离子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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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方面的 那另外呢 那呢 也都啊 都帮助我们呢 我们的身体的 神经段那些 那些 那些 含香 那些 ですね 那些 就是我们的 所以呢 射炎帮助我们正常化神经肌肉的功能 也帮助我们正确地运用我们身体的盖 我知道我们身体的盖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身体肌肉的抽缩 所以有时你觉得肌肉很紧或者抽筋很痛 那射炎的沾浴会很快 是一个天然的消除这些痛楚 如果真的没有浴缸 我自己就是了 可不可以用大木桶 例如我的脚酸痛 浸到膝头的木桶可以吗 如果真的没有浴缸 其实很简单 我们用热灰 用热灰和毛巾 用蛇烟的水 用蛇烟的水 用这些毛巾来敷衍环柱 比如有海绵的 用海绵的 如果没有海绵的 用一般的毛巾 也可以把蛇烟溶进热水中 然后再用热灰 其实也是一样可以的 如果有浸脚的水 那些桶也可以浸一下 如果你有脚痛 如果你的脚痛 或者很累 那便用蛇烟浸 浸脚 一样可以有这种效果 如果不就是这样 就用这个 我们叫做 sponge 来敷衍身体 来敷衍身体的不同的地方 一天做它三次 其实都一样有这种 这样的帮助 甚至乎有时候 有些人有些伤口 有些消伤或者切伤的伤口 或者很多皮肤的问题 都可以用这个 我叫做 complex 你刚刚才说皮肤问题 例如濕疹 我有朋友很喜欢 就是很常出现 就是转季的时候 很多濕疹 是的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帮它舒缓它起码 是吧 就是未必根治到 本来的濕疹 因为濕疹 它是逢转季就出的了 是的 濕疹当然 是一个二位性 就是一种属于敏感的 是一种免疫能力的失调 嗯 所以肾炎呢 就这样用外呼 未必可以跟 就是真正可以跟治到这个问题 那都要配合其他的工具 才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嗯 所以呢 你可以要记住 就是一般的 就冤痛啊 肌肉冤痛啊 容易抽筋啊 头痛啊 烤喘啊 这些这样记住 喉咙痛啊 其实都可以的 双方喉咙痛 记得可以的 就教大家呢 就用那个梳打粉 是啊 梳打粉 但记住呢 如果你用梳打粉 和泄盐呢 这两个是大家抢的 大家会中和大家的 哦 所以就不要想着 哎 以前教我用梳打粉 这次我用梳打粉 就用梳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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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抢我们的碳酸 那所以我们身体 很多新陳代謝 那些废物呢 其实是一种碳酸的废物 那所以 为什么呢 那个 蛇炎流化 没有这个效果呢 就是因为 它将我们身体里面 那些碳酸的废物呢 是拔走的 那通常呢 那我们的碳酸 是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新陳代謝 养化了之后呢 就在我们肺里 养化碳 就排出去 那但是有时候 排不及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身体聚集 很多这样的 碳酸的那些 那些废物 那在那个 流化尾 那个流的尾 就会抢这些碳酸的 所以就不要 所以就不要 千万不要 就放在一起用 就是那个 你用梳打粉 就用梳打水 你喝得不错 就是不要用瀉盐 然后用梳打水 就喝在一起 那就尽量不要在一起 因为大家 抵消大家的作用 听到有些 有点滑稳的 就是不知哪样 抵消哪样 那些 总之不要一起喝 那不要紧了 就是不要想着 就一好 原来一加一底元二 可能一加一底月零了 这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了 那另外一个 瀉盐呢 可以帮助什么呢 是帮助我们的 糖尿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呢 原来美呢 是可以帮助 胰岛素的活力的 那就是会加强 胰岛素的活力的 那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 就是 经常性用射盐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是个胰岛素 会用得更加有效的 嗯 那也都会减低 我们那个 那个糖尿病的 那些后遗症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很多这些 的糖尿病的后遗症呢 都是因为这些糖尿病的 药本身做出来 嗯 包括呢 是注射那些胰岛素 那会导致呢 很多的糖尿病的问题呢 其实是和我们的糖尿病 有关的 好了 那如果你能够用一个 天然的方法呢 是起码呢 是帮助到你的那个糖尿 那可以说 可以说减少你的药物的依赖 那当然了 我和大家都可能都说过了 其实糖尿的 有很多其他很有效的方法 我不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一下 有用生机饮食 我好像和大家都说过 有 好了 那就是说呢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你不需要呢 觉得呢 就是只是用一些糖尿药 啊 注射鱼岛素啊 这样的 嗯 好了 那除了 这方面呢 还有什么其他呢 我们呢 就像刚才说呢 就是对皮肤 可以做美滑的皮肤的 嗯 如果我们在用那个 用那个 射盐 在洗澡的时候呢 那些射盐呢 是直接呢 是擦我们的死皮 那也有些人呢 就用 搭少少 那个 橄榄油 OK 那就容易擦些 要不然你把射盐 那些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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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是 就是 当一种清洗面部 那 那 不停地用射盐 来到 可以说是 起死皮 那些射盐 没有射盐 那些射盐 那我说 那射盐 除了擦死皮 令到你的皮肤更加光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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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天然的工具呢 可以这么说呢 肯定会比这些美容工资做的工具 大家记住用些射盐来搓去死皮、搓臉 刚才提及,如果有湿疹的时候 湿疹的皮肤通常是比较酸化的 因为有很多菌,在吃死的细胞 所以濕疹的状态,皮肤较酸 如果用一些浓缩的射盐溶液 可以塗入濕疹,也会帮助濕疹的问题 如果我真的敷,要多濃? 大药的份量有没有少少可以参考? 一般来说,用一瓶水一盎司 也足够,其实不太重要 不要浓至几滴 当然,如果用来搓死皮,用些射盐 搓点油 搓死皮当然了 但如果用来搓死皮,大约一盎司都可以 是的,一盎司,一瓶水 即是方便,一个盘子 你自己可以教 好,那我们讲射盐,暂时第一节到这里 稍息了,我们要继续讲,我们要继续讲 很多很多关于射盐的好处 我们刚才说,有过百种 虽然我们每个都会讲八种 主要那些,我们下集会再讲 过百种,要讲很多集 那好吧,我们来到这个休息一会 稍后再谈过 talthshop.com.h 大家好,休息回来了 又来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了 那,袁医生刚才你说过 说射盐既可以浸浴 你皮肤滑点 吹脆我们身体的酸痛 听到好像有很多好处 但是你刚才说回来更精彩 还有余下很多好处可以和我们分享 是的,那就是想想想 因为这么简单的射盐 其实这就很下历史了 所以,但是想不到背后 原来是这么好用的 好了,那大家有时候也听过 时不时有些地方 学童的小朋友 突然间删那些删头塞 是吧? 删头塞也可以 是的 那,那头塞其实有时候 有一些严重的 就是要剃光头的 但是,那一般来说 都是用一些香薰油 可以来到焗它 但原来,那个射盐 一样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那就是用一些浓一点 当然高浓度的射盐 就来到洗头水 其实也不是洗头水 焗那个头部 大概是头发那里 就读它当是一种 一种洗头水 用15分钟、20分钟 就是包着头 用一些浓缩的射盐 的溶液 来清洗头皮 我觉得好像近现代的小朋友 好像少了生头塞 我小时候真的有 就产生不了 因为都会为了这些杀虫药 所以… 不是,这个我是想过很久 我小时候都是干净的 我们是住村屋 但是是干净的平房 已经不是住什么地方 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小时候生头塞 现在是没有人生头塞 可能环境里面的 那些杀头塞 那样是整天都在 整天都不掉 所以它完全没有生存空间 OK OK 所以这些什么好事 我是第一次听 原来射盐都可以杀头塞 如果万一遇到这些情况 就可以考虑 因为这个多用途 如果家里面 家家户户都有几包射盐 很多问题都可以处理得到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减压 你知道 今时今日文明生活的地方 大家都觉得自己充满压力 香港的YouTube 有一个很出名的片段 巴士阿嫂 巴士阿爸 巴士阿爸 我忘记了 原来我认识他的弟弟 我不知道 我最早才知道 当然他的弟弟从来没有帮我 他说这个是他哥 原来有一个 你知不知道是他 又说是吗 但大家压力足够压力 可能他也不想告诉你 当然没有 这些不是光明的事情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可以一样用浸浴的方法 是消除我们的减压 那么 因为 第一 压力就是毒素 毒素内聚 那就会出现压力 那可以减多 排除毒素 那还有 那个射盐 那个尾 是可以部分 作为我们 那个中央神经系统的镇定作用 那么 那 尾 也都帮助我们身体的 身体的 血清素的水平身家 那么大家都听过 血清素 血清素 是一种荷尔蒙 是可以帮助我们 是放松我们的脑袋 和那个 也都可以提升我们的 那个 那个感觉 那个 mood 那个情绪 好 那 原来尾 也都帮助我们 是製造ATP ATP ATP是什么 ATP是我们身体的 能量的单位 来的 我们身体 是里面的身体的 运作 是靠那个 Adenosine Tri-Phosphate 是一种 一种三轮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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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的单位 可以说 那 这些 这样的 就是 射盐 沐浴 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耐力 OK 那 也都可以减低我们的 腎上线 那个 腎上线 Adenolin 的平衡 減低它 那 导致我们可以 输减压力 和焦虑的情绪 那 就是始终 要当一个人 做得很辛苦 那 除了是周身肌肉 冤痛 我刚才所说 可以减低我们的酸痛 原来 浸那个射盐肉 也都可以减低我们的焦虑 情绪 和压力感 所以值得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所说 家里不是有一包 是有几包射盐 在那 随时随地 都可以用的 用的分量都是 一个肉缸 大概用一磅 看看你什么包装 浸肉 用暖水肉 好了 原来 射盐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 哇 心脏都可以 为什么会可以呢 因为尾 是会帮助我们的血管 那个弹性 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血管 的弹性 那尾 射盐 也都帮助我们 是调理我们的血压 减低血管里面的血泉的出现 就是不要有血管闭塞 那这样 于是当然 如果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是不是很明显会减轻 我们心脏病发 或者中风的危机呢 但我印象里面 我都在健康店买过射盐 嗯 即六厂二 我说是 我记得很便宜的 是啊 射盐呢 就好像 好像 海盐 那样 那都是比较便宜的 那都挺抵用的 我听到 是啊 所以我跟他说 自然医疗 是一个很有 合乎经济效益的 只不过很可惜 很多人在这方面的 资讯 越来越少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得 用这些那么好的方法 是啊 是很便宜的 我忘了20-30-40元 左右的 是吧 剩下一包 抽了真的 也很纯 我们也有 有人曾经 都讲 及我们以前 讲的那个 用的梳打粉 是的 梳打粉是一种很好的 除污剂来的 嗯 有个人 就是 一些顾客来的 跟我们反映 他说 不知为什么 我们公司的梳打粉 是除污 效果比外面买的 是的 我也用来拖皮 那有什么原因 肯定是我们用的 是一种 我们叫做 化学类型的 是很纯的 可能外面那些 虽然便宜 便宜一点 但可能有很多 其他杂质 可能有些什么 混合一些 不知什么粉 所以我也 也意料不到 但是我们的 健康店的股客 曾经和我们 分享这个事实 好了 那么 还有一个帮助 是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它怎么帮助我们的消化呢 原来 硫黄是帮助我们的胰壮 是分泌多些胰壮的酵素 那我知道 酵素是帮助我们的身体 消化蛋白质的 和脂肪的 所以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 射盐里面的硫黄的成分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的 好了 没看到了 好了 还有一样就是 我刚才说的 皮肤 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们人体自己分泌的酵素 不是有限压的吗 增加多些 会不会快些用尽了 我的意思 即一生的酵素是有限的 我们的身体 除非外来吸收的 我们的身体 每一种的器官 都可以说它有一个细胞的寿命 即是有限 即是说 在理论上 我们的寿命大概是120岁 这样 心跳是这样 如果跳得太快 太快 可能会缩短寿命 但始终 我们的身体 是要正常运作的 很多时候 它不是说 酵素 而是酵素足够 它是不足够的 所以 大家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是关于癌症的成因 癌症成因 其中一个讲法 就是因为酵素不足 所以 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酵素 即是不断的酵素出现 即足够酵素 是帮助我们消化 食物消化不了 不是浪费了这么简单 聚绩来的 未经消化 就会腐化 会变成毒素 所以 不要想着 哎呀 食物吃得不要浪费 食物吃得不要浪费 那就无所谓 对不对 但问题 消化不了的食物 会腐化变成毒素 会影响你的健康 所以 完整的消化是很重要的 知道 年纪一直大 我们的消化酵素 是越来越弱 以及我们的消化能力 吸收能力 越来越弱 所以 年纪大的时候 很多人都一定要吃些消化酵素 值得这样做 我听过有个说法 酵素是我们自己分泌出来的 是会有个限额的 如果我们不断透支 是会很快过度用尽了 好像卡素透支 是的 所以 其实你说这个背后的背景 就是解释 在生机饮食里面的概念 是的 是的 即是我们的身体 是有某一个分量的酵素 就是定时制作 是的 所以最好是除外摄取 如果我们在食物里面 就是吃很多煮熟的食物 要消耗我们身体很多的酵素 是 导致我们百病重生 是的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为何要提倡 生机饮食 其中的好处是 新的食物本身有酵素 自己可以消化自己 就不用用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 是的 其实都是说我们的酵素不足 就不会过分的 始终有限量 但当然 你是可以帮助身体制造多些 你给一个适当的材料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 它制造多些 会不会透支快了 都不可以这么说 你那个运作机器在 只不过有好的材料 现在那个射盐 就是有个硫黄 硫黄 硫黄是一个好的制造酵素的材料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不是说一定是 像心跳跳跳跳跳得太快 那就会消耗了它 是的 其实很多身体的水分 那样 那你会不会说 水分用得多 那就会消耗了它 也不可以这么说 烧了喝过 好了 那我刚才说皮肤 是吧 滑正 那些死皮去死皮 那还有呢 是个头发 一个光泽健康的头发 原来呢 原来呢 一样的射盐 射盐 肉 可以减低 皮肤的脱头发的问题 还有呢 减低我们的皮肤 开叉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因为呢 可以活化我们的皮肤 那个毛囊 那于是 用那个射盐来洗头 可以帮助我们 掌满一些健康的光泽的头发 是呀 哇 又省了很多钱 挺好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油脂性的那些头发呢 可以加少少在洗头的时候呢 是加少少射盐 那会帮助你的头发呢 就是那个 更得更得更加厚 有些人的那些 那些发质呢 开始薄药 那射盐呢 可以帮助加厚的头发的 好了 那还有什么好处呢 那 孕婦呢 有些人怀孕期间呢 可以 那个尾呢 是 譬如可以 有些人怀孕期间呢 很容易有时候会抽痛 啊 或者严重一点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抽痛的毛病 那可能挺危险的 那 那 射盐呢 可以可以减低 我们这个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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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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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呢 会导致早产的 那我用这个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减轻的 那还有呢 啊 早产的婴儿呢 其实都很危险的 嗯 很多时候呢 他会出现那些脑麻痺 Cerebral palsy 一会见到 什么就出现之后呢 他人呢 就是有脑麻痺的症状啦 他人好像呆滞了啦 智力持韵啦 走路方面有问题的 那 在有些 早产的那些婴儿呢 现在的一种做法呢 就是注射下 注射那个 那个 那个射盐呢 是可以减低 可以防止 脑麻痺这种病出现 我没听过 是的 第一次听过 我们听过这些病 但是呢 医学界是否懂得用呢 我不知道 就是未必一般的西医界 懂得用这种方法的 那 射盐呢 就譬如有些人中毒 中毒 那这个也不多的 那 有时候呢 就是一种解药来的 射盐呢 是可以解那些 Baring Chloride 这种 这样的 那个 毒药的中毒 那 洗腸 大家都说啦 清洗腸 腸壮 我们做清肝的时候呢 先将食一轮射盐呢 将那个食度、腸度 全部清洗出去 那知道呢 射盐射盐 就是它有射肠的作用 所以有很多情况之下 如果你食比较浓一些的 射盐 要浓度 不要太过稀 都没有这些效果 那你有足够的浓度 它会将那个整个大肠 是整个清洗 清洗了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用这个方法 来做 就是清洗了大肠 接着就做大肠镜 OK 好了 那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射盐呢 是可以增加我们那个 身体的 Energy 就是知道今时今日 那些人多数都是无精打水 累累累的 那当然紧张的生活 令到我们消耗我们的精力 那些人的精神是不够的 那射盐呢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放松 鬆弛 以及释放 一天的疲劳 很快帮我们释放 那我曾经所说 射盐可以帮我们制造什么 ATP ATP是什么呢 是能量的单位 那所以呢 在化学的层次 射盐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增加我们那个身体那个精神的能力 的力量 那射盐呢 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的脚气 有些人很多体气 或者液下 很多 很多体味 或者很多一些脚 就是很多臭脚 所谓 那你可以用这个射盐呢 来到洗脚呢 也都帮助我们 这方面可以很好的 我之前都听过你说 如果那些鞋有臭味 那些是用梳打粉的 那些 那些 那些挺相近的 有些少少 梳打粉是用来 除气味的 那很多时候 那些人用梳打粉 就是冰箱 对吧 开了一杯梳打粉 或者一个碟 放了一碗仔的梳打粉 那就帮助你辟味 所以这个都是惯用的 我相信很多精明的家庭主婦 都懂得用这个方法 讲精明 即是今时今日 不是很多人都学得懂 这些这样的方法 那 这个应该普及了 比以前 梳打粉和醋 这些清洁 是的 白醋 白醋 是梳打粉 做清洁 起码 不会那么多化学的问题 出现我们 化学污染 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空气 所以记得大家开始 就多些学习用这些方法 起码这些这样的工具 也都不会破坏我们的环境 我们以前没有一段时间 沙士期间 别人用很多那些 黑白水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大家常用这些黑白水 用得多 接着黑白水 进了我们的水道里面 是将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淚水池里面 那些 那些 这些抑菌 都弄死了 其实 结果是可能 障于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 不要用这些 这么毒的方法 有很多天然的方法 不要说漂白水 不要说漂白水 害死了 甚至听过 一些实验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 如果我们普通水流水 没有过滤气 连我们开戏 来喝的烤素 都死了 嗯 因为我们的自来水 是有陆气的 是啊 如果没有泪酒 连我们稀释的烤素 来喝的时候 连烤素都死了 对 幸好我们的陆庄年 那些顾客 或者我们的下 网上的听众 都在这方面 肯定是 这方面的常识 一定好过一般的人 嗯 嗯 我们知道 我们在饮食 喝水 那方面 起码有 将陆气 要过来好的 那个 食水过来去 那我们都强调 我们喝 就是洗面水 很多陆气 是啊 洗澡 在我们陆庄年健康店 其实这方面都有的 因为陆庄年健康店 我们一直以来 就是 开业以来 都常常很强调 我们是 是在24小时 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工具 我们都全面供应给大家的 所以呢 如果想健康生活的人 不妨多些来看看 我们有很多好的工具 我们也会在网台 和大家多些介绍 令到大家 是懂得掌握 一些天然的工具 是保障大家健康 好了 那 那个 还有些地方 有时候 有些人不小心 是被一些东西刺身 或者木杏 是刺身的 那 我们如果用那个 射盐 来到枯洗 那个患住 那 令到帮助这个 我身体 会将这些这样的 木刺 是会排出来快一点 嗯 好了 那 还有一样东西 我曾经也说过 它会帮助它通血管 和尾是可以 是可以 是减低我们的 血泉 就是血管 凝结的问题 那 还有呢 它是可以 自然地 是减低我们的 那个 血压 嗯 那 讲开了 前一段 我们也提及了 在那个 最近的 医疗事故 有个美容 美容集团 那 就用那 植物注射的 处理 那个 那个 美容 方法 那结果就出现问题 嗯 那他们报道呢 就说有一种 很 很严重 抗 抗 抗生素 那些菌 那 要用很大量抗生素 去对付 其实呢 其实呢 我们上次没有机会有说 也不忘记说 其实要处理这些问题 很简单的 只要把血液里面 是用什么呢 是用几种工具 第一 用伤氧水滴血 是吧 0.3%伤氧水 或者用臭氧 将一部分的血抽出来 接着呢 就拿臭氧 来到 可以叫做 insulfation 充满的臭氧 来到那个血液 加了臭氧 接着 留在身体 这种方法 或者呢 将血液抽出来 用紫外线 照射 叫做 Errated Photoluminescent 以前我在 以前的台 那个 香港出路的台 都曾经介绍过 那其实 现在在 深切治疗部 这几位女士呢 如果我们香港的医疗 都懂得用这些工具呢 其实老了 已经搞定了 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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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呢 这方面的 我们都说了 射盐 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 我们那个便秘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记住 如果作为处理便秘呢 那个射盐的份量 都要足够的 嗯 那就是大家 用着 譬如说了 一茶匙 一杯水来喝 如果你发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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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舍作用 还未达得到呢 那就不妨 喝多些 所以 那个份量 都挺重要的 嗯 好了 我曾经所说 是当于人那方面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射盐呢 是对那个 植物那方面 都非常之帮助的 他会帮助我们的 植物的成长 和呢 成长得更加好的 因为 说来说去 植物里面 是有 叶绿素 叶绿素的 主要的 那个 成分呢 就是尾了 那射盐呢 是用 硫化尾 製造出来 和硫黄 硫黄是身体 是一个 很重要的元素 亦是植物很需要的 食物的元素的 嗯 好了 那大家听到之后呢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不是 射盐呢 我昨天所 一开场说呢 是在我们每日的 日常生活里面 很多问题呢 都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在现时的 今时今日呢 在我们西方影响的国家 包括香港在内 动不动呢 就去吃些药 来到 就所谓 急功近利 其实呢 我们的解决方法呢 已经是一个 很简单的工具 一个产品 已经 我们可以说呢 已经存留了 成数百年历史的了 嗯 所以呢 就是 大家 学会用射盐呢 其实 在我们日常生活 所需要的那些问题呢 可以自己呢 很快 很有效 和很便宜 解决得到 好了 那今天呢 这一集呢 都和大家呢 是分享过 就是 射盐 在医疗上 和健康上的 多方面的好处 那大家 记住啦 很多时候呢 听到之后呢 大家都要 试一下 用一下啦 是不是 那些工具呢 在我们的 陆藏健康店呢 很多年来 一直都有的了 嗯 那大家可以 不妨去 自己去 去采用 是啊 那 其实 袁医生都尽量 在这里 和大家 除了痛累疗法的 那些疗剂啦 其实都分享很多 天然的工具 或者食品啦 是啊 大家其实 可以多些 注重自己的健康啦 是啊 从日常生活 即是 里面着手啦 那 是啊 我們今集 来到这里又差不多啦 另外如果 如果各位听众 发觉自己的问题 是比较复杂 处理不了的话呢 嗯 但是 就是 很想找阿袁医生 帮助的话呢 可以预约阿袁医生 会诊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 电话是 25773798的 那 好啦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又差不多啦 那 和大家说声再见啦 拜拜 拜拜